在古代,平民女子出嫁时可以佩戴象征地位和身份的凤冠侠佩。 相传,在北宋末年,金冰男亲,宋徽宗的儿子康王照够在逃跑的途中被一位女子所救。 为了感谢他,康王送他一个红色手帕,并答应汇取他。 他登基后,如约前去迎娶姑娘,但是姑娘并不想入宫,又怕皇命难违,便叫各方姐妹时日都汇动着红帕,使高宗无法辨认。 无奈之中,皇上编下了一道圣旨,恩准着将女子出嫁时,佩戴凤冠侠佩,成作龙凤花轿。 虽然这只是一个传说,但实际上,在明清时期的确有规定,民间的女子可以在婚礼之日佩戴凤冠侠佩。 慢慢地,这一习俗变成了一种风俗。